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授权要驻乌克兰大使馆的非必要人员自愿离开 同时英国政府也指控说俄罗斯积极培植的傀儡政权代理人准备夺权 第二批美国紧急持缘的防御物资深夜送抵基辅 这批多达80吨的军武已经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第二批 除此之外美国还大动作的要驻乌克兰大使馆的非必要人员自愿离开 宋军武降载使馆人数这是要开战的节奏吗 美国还对乌克兰发出了四级旅游警告 就是要美国公民别到当地去旅游 但此时英国政府指控英明立场亲俄的乌克兰媒体大亨穆拉耶夫 其实就是俄罗斯政府暗中培植打算夺取乌克兰政权的代理人 但是当事人跳出来否认 穆拉耶夫表示英美只是不喜欢他的亲俄立场 但是他根本没见过普清甚至还是俄罗斯制裁的对象之一 克里姆林公也用大大的fake字眼回击说一切都是假消息 只是此时西方的反俄阵线又出包 德国海军司令薛恩巴赫居然说普清值得尊重 这一句争议失言被炮轰 他自寝下台 只是这让带头的美国很头大 一再澄清北约盟友坚决反俄 只是布林肯一周内连忙奔走 最后几乎都在帮自己盟友擦屁股 反倒是俄罗斯在一旁看好戏 TDBS新闻综合不到 伊斯兰国ISIS从上星期开始攻坚叙利亚的一座监狱 企图要夺取武器库 并且救回被关押的ISIS成员和库德族的民兵爆发了激战 已经有123人丧生 不过库德族民兵在美国联军空袭支援之下 成功守住了监狱 也逮回了数百名的囚犯 建筑物传出爆炸巨响 现场农业密布还不使传出相声 ISIS对叙利亚东北部哈赛克这座监狱 发动大规模攻击 库德族民兵全力抵抗 冲突已经进入第四天 造成至少123人死亡 原来这座监狱疑死关了至少3500名ISIS成员 还包括领导阶层为了救出同伴 ISIS用汽车炸弹攻击监狱 不过库德族领导的叙利亚自由军 在美国联军空袭支援下 成功守住了监狱 也逮回数百名囚犯 库德族部队拿着枪挨家爱户清扫监狱周边 想要找出还在逃的ISIS成员 双方持续激烈交火 只是无故军民也遭到战事波及 大批民众大包小包逃离家园 这也是ISIS被美国联军击败近三年后 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 TV新闻综合报道 23号这天 对岸派出了39架次的共军 绕我防空识别区 这也是去年10月以来的第二高 而我空军也立刻派遣空中巡逻兵力来应对 以及防空飞弹追踪监控 只是共军瞄准的目标 似乎是美日的联合军演 就有军事迷收录到一段美军回应共击的广播 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17到22号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训 军事迷也罕见收录到这一段广播 美国空军就是在回应共击 疑似有两艘美国航母穿越台海 让对岸大爆炸 因为看看23号这一天 共击侵扰我西南防空识别区 来到39架次 包含24架次歼16 10架次歼10 运9通信对抗机两架次 运8电针机两架次 轰6一架次 是去年10月以来的第二高 特别在傍晚的时候 我们在台南机场 一直看到我们的飞机有升空 那39架次的量 当然比平常多一点 确实据了解23号这天 光台南基地就派出至少 10批次20架次战机 台东制航基地 换向2000也一样 呼吁他们 现在即将要过年 请大家好好的过个年 过个好年 不要再来做这些干扰的动作 昨天的演讯 虽然大规模的飞机出动 但是它其实都是在我们的 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边缘的部分 但很明显对岸就是冲着 每日军演而来 要表现不示弱 只是对岸又出动 这么多架次攻击 也让我战机防守上 批语奔命 TVB新闻 蔡明勋谈一轮 台北报道 日前F16V战机失事 再次凸显了空军飞观 高风险高压力的任务特性 事实上不只是空军 目前三军都面临了 严重的人力短缺 以及后勤吃紧的难题 专家就指出了 国军的硬体军武其实非常先进 但是如果后勤系统跟不上的话 在战争的时候恐怕也没有办法发挥战力 F16V意外失势 军方陆续找到黑盒子以及飞观遗体 遗憾事件终于有初步交代 但民众党立委张奇路指出 国军八年内发生16起重大意外 从军风险提高 会造成国军信任感降低 真才困难 呼吁国防部必须系统性检讨 近年两岸军情紧绷 不论海空军都必须高频次出勤驱离共军 以传出空军飞观过劳 睡眠不足的情况 而国军部队人力本就短缺 再加上后勤体系一向吃紧 面对高强度战备 无疑雪上加霜 事实上国军硬体战力并不差 像是阿帕契黑鹰以及即将抵台的M1A2T 都是全球顶尖军武 F16V也是相当先进的改款战机 但打仗靠的是后勤 不然战力耗损也无以为继 而根据统计 武器采购通常只占总体花费的40% 剩下的60%通通是后勤为保 国军亮晶晶的尖端军武 配上薄弱的后勤是严重警讯 那这边就有个问题 我们买武器的时候 可以用特别预算举债来买 那这些武器服役期间的 维持成本跟性能提升成本 难道再编特别预算再举债吗 我们花太多时间 让整个部队看起来军容壮盛 门面很美观 很强大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军队体系里面 你看到很多像人事管理 这个思维的问题 后勤保护士官兵的问题等等 这都是不足够的 当然再强大的硬体 终究需要专业人才操作 人力短缺 更是国军当前的头号难题 看着五彩缤纷的招募广告 国军永远热情欢迎 有志青年投入军旅 然而根据内政部公布 2021年台湾最新新生儿总数 却仅仅15万3000多人 创下史上新低 未来台湾就算推动真兵制 部队人力都不见得足够 遑论现在还是推动全募兵 而好不容易招募进来的人才 是否足以培养成 优秀合格的高素质人力 又是另一个问题 以国军新采购的F-16V为例 另外还有66架全新的美国原装货 等于凭空多出一个战机连队 被关不知从哪招募 海军也大量采购 按机反舰飞弹 必须扩边海风大队 而陆军战斗部队 始终面临边线比不足的窘境 三军都在力拼强化战力 但也通通都在缺人 像海军为了买100套鱼插飞弹 他要扩边20个海风中队 那加起来将近1700人 可是海军从今年 从110年到112年 光是要补4.5个中队的人力 来操作新增加的陆设 雄二雄三飞弹 就花了三年 也不过才360个人 我觉得国军可能要重新 对整个国军体系的人力配置部分 做一个精算 我觉得这个可以请 HR这个Human Resources的专家 来进行评估 而不是说单从军方的这个角度来看 军情繁重再加上人力短缺 官兵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尤其训练越频繁 越贴近实战 事故频率势必也会有所提高 这是举世皆然 但军人本就是高风险职业 年轻人愿意为国奉献 军队能回报的 就是给予最完善的后勤 更严谨的编制 以及科学化 实战化的军事训练 TVBS新闻罗士鹏顾尚军 台北报道 全球第一线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是请到了 辅大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胜 主任武安 TVBS观众武安 好 首先要来看到 日本这一波疫情严峻已经连续多日 单日确诊破纪录 最高突破了5万例 东京也超过1万例 还有26个都道府县的感染个案 也都创下了新高 而日本政府也拍板说 21号开始 东京都等13个都县要实施 防止疫情蔓延的重点措施 听说连大学都要延后招生 以及开学 老师有没有听说像这样子的讯息呢 事实上日本的 他们大学的考试已经结束了 当然这后续事实上 还是会有个别的大学 他们会举行这种 就是说在选拔学生的这种面试等等 那不过就是说统一的考试 基本上这个应该都已经实施完毕 那也没有这个受到这个疫情的 这样的一种太大影响 那至于开学的一个时间 因为日本的一个学制跟我们不一样 那案前所向当然在讲 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疫情严峻的话 那整个开学的时间 这或许这个可以这个再考虑 那不过就是说现在距离日本他们这个下个学期 这个就是说他们是4月1号才开始 那虽然就是说他们现在的这个寒假 大概距离现在大概还有这个两三个这个礼拜 这才会进入他们所谓的这个这个 这个学期结束的这个寒假 但是就是说距离下学期这个4月开学时间 这或许还有一段时间 这日本他们在防疫上是可以可以努力 那不见得就是说他们会这个因为疫情 而影响到整个开学的时程 好刚有提到对于16个都县的防疫蔓延措施 如果要实施三个礼拜的话 经济损失恐怕会达到一兆一千两百亿日元 如果呢再加上大阪京都兵库也同样实施这个措施的话呢 经济损失更上看一兆三千五百亿的日元 失业人口会增加4.4万人 主任您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如果因为疫情 然后他们在宣布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防止这个蔓延措施 事实上这个措施基本上是蛮接近 就是说这个他们之前已经这个有实施过的 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紧急事态 那就是说那他这次事实上这个整个范围的也蛮大的 有16个这个都县 那这样的一种实施当然对于现在岸田要拼经济 事实上是一个蛮大的一种影响 那特别是在整个这种日本的一个内需上面 那所以就是说现在当然这样的一个影响似乎是免不了 但如果这个不做这样的一种措施的话 那可能只会使这个整个疫情 这个像日本的这个各个这个县 这个更加的一个扩大 所以这个就是说两权相害取其心 那初期的时候 事实上岸田这个在去年刚刚上台的时候 他在防疫措施上面他也做了蛮果断的 然后也让他的一个这个内阁支持率 能够这个keep在六成的一个上下 当然最近他的内阁支持率是有下滑 所以这岸田这个他应该还是会把这个整个防疫 这个放在他一个施政的一个重点 虽然他还是会采取跟过去日本内阁一样 防疫跟经济并重 不过这场疫情应该是这个免不了要影响到 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内需经济 好不只是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现在连学校呢也受到影响了 像连这个日本厂商生产呢 像日本的丰田汽车也宣布了 员工院染疫的情况扩大了 所以一月份呢 日本的工厂将扩大减产 旗下有11座的工厂停工 之前呢因为晶片的问题 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又因为疫情停产 主任这会不会对日本的经济 造成更多的冲击呢 当然会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消费 当然就决定这个内需 那日本事实上在整个这个工业上面 他们的这个汽车 事实上是日本的这个制造业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这个因为各个车厂 他们这个员工也没有办法 这个在这场疫情当中 能够这个全身而退 所以这个像丰田汽车等等这些这个大厂 他们也在这个最近那纷纷这个因为疫情 而这个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产线的正常运作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部分的也是因为这个缺料 整个这个供应链啊 很多的这个零组件没有办法 及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供应 那造成他们整个这个生产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计划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丰田汽车大概这个也整个 这下调这个二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预计的这种汽车产量 这当然如果是短期的话 这或许还可以在未来透过这个整个这样的一种 这个产线的一个调整这个来来做一个调节 但是如果这场这个疫情啊 这个拖的比较久 那那可能这免不了 可能还是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日本的一个汽车产业的一个上半年的这种营收 还有看到的是驻日代表处呢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有百分之七十五点九的日本受访者呢 对台湾是有亲近感的 反观中国只有百分之三 还有百分之七十一点四的人认为呢 目前台日关系良好 还有百分之六十四点八的受访者觉得台湾可信赖度 还有将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说 疫情结束之后呢 想要访台 老师的观察 疫情是不是让台日的关系更加友好呢 事实上那个台日关系大概从三一大地震之后 那整个我们台湾人对日本的这场这个震灾 那我们这个慷慨减囊 然后对日本人这个送暖 那这个当然对整个台日的这样的一种亲近感 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帮助 那也这个让台湾 这个让日本人 这个来这个更加的这个认识台湾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在日本的这种这个历次的这个调查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台湾跟日本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外交关系 但是日本这个他们对于这个台湾 基本上他的一个喜好度这个是蛮高的 那应该都这个是远远的超过这个他的 这个另外的两个邻国 比方讲这个韩国跟中国 那这两个这个日本的邻国基本上 虽然跟日本的地理位置很近 那在文化上也有他的这样的一种相近之处 但是就说中日这个跟这个日韩 这个他们这个感情都不墨 但相对的我们跟日本之间 我们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人民之间的这种友好 那是远远的这个超过这个跟 这个日本的有邦交的这个韩国 跟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非常谢谢何主任今天在节目中 跟我们分享台日的相关讯息 再次谢谢何主任 谢谢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来看到首批墨沙东口服药 今天清晨5点18分抵达台湾 总共有一万人份 预计穿节前就能上防疫前线 主要服用的对象是18岁以上的新冠患者 具有重症风险因子 专家说国外有人服用 出现嘴巴苦的症状 但是口服药未来主要是在家也能吃 另外辉瑞传出也下定了两万人份 也会在春节前来台 清晨天还没亮防疫战线药物常容过机 平安送达 好几项包裹运下机 其中白色外包装 就是台湾和美国下定的墨沙东口服药 24号清晨5点18分 历经两次改航班 终于从芝加哥送来台 这次定了一万人份 预估春节前就能加入防疫前线 这个药物是对那个我们的基因有一点影响 墨沙东的口服药物在美国的建议里面 他是建议说 如果病患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的治疗的话 最后才考虑墨沙东这个口服的抗病毒药物治疗 墨沙东口服药不只是轻症患者 住防疫旅馆或未来在家都能吃 主要对象是18岁以上病患 适合发病五天内 病人有重症风险因子 得确实完成一天两次 共五天疗程 尽管防护力有差 同时传出辉瑞口服药也下定两万人份 部长陈时中也透露过年前就会抵台 但得特别注意可能有副作用 墨沙东口服药来台加入防疫战线 就是希望能控制疫情同时稳定医疗两难 为了防毒疫情扩散 高雄市除了在港区设计筛检站之外 也在确诊者活动频繁的小港和前镇设置一处筛检站 另外有地缘关系的旗津区设置了五处筛检站 而为了防止隐形传播链在市区流窜 市府也要求诊所要在户外看诊 不过执行上似乎有困难 周一三半日筛检站涌入大批人潮 这是高雄小港的临海新村 另外在前镇渔港的西安码头 才刚开始筛检 排队人潮已经将近200公尺 因为这两个地方 除了出现许多确诊者足迹 工作人员也都是高风险族群 另外在骑津区更是如临大敌 你们有没有发烧 没有 最近有没有咳嗽 没有 高雄骑津除了确诊者足迹密布 还有确诊的高雄海科大学生 至今还没确认感染源 因此24号一口气 增设五处筛检站 预计要筛检2万人 而高雄市也准备了 6000间的防疫旅馆备用 甚至为了防止引擎传播者入侵 从医院到诊所都有新措施 而比猴哥诊所一早棋楼人潮滚滚 因为包括问诊 打针 都得在室外完成 甚至一发现有呼吸道感染对象 还得发放快塞剂 持续追踪 不过实际上 是一个考验 因为很多诊所的棋楼 可能都是比较小 因为要在上呼吸道感染病人 要看之前 要给予他们快塞这个东西 我们并没有收到 这些快塞的这些东西 原来高雄市要求医院 一发现有呼吸道感染病患 得立刻快塞 确诊后立刻隔离 但一般诊所 却是要求发放快塞剂 让病患回家检测 再把结果跟诊所联络 但万一民众确诊 不只诊所成了被匡列对象 也让人力更加吃重 高雄市急着防堵疫情扩散 下达命令雷厉风行 但执行上却缺少后勤的补给资源 也让成效事倍公办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桃园远雄自贸港区群聚 病毒也外扩到了新竹 新竹县市昨天23号 总共增加了5名的确诊个案 竹县的4名个案 都是红海旗下红柏科技的员工 其中两个人 每天都会往返桃园厂 而县府现在加强盘点 如果同时有在自贸港区 和竹县设厂的公司 都要PCR检测 消毒车再度出动 经过的区域大量喷洒消毒水 因为这里是确诊者足迹 桃园远雄自贸港区病毒外扩 新竹县市23号 共有相关5个人染疫 而竹县的4人 都是红海集团旗下红柏科技员工 4名确诊者都是男性 住在竹北跟湖口一带 工作内容包含管理 基电还有一名市移工 按18421 18412 每天都会往返红柏桃园厂 按18418 18427 则分别在11号跟18号 到过桃园厂 基于4人相关足迹曝光 全国电子 皇家骨科诊所 高宾旅社 竹东中央市场 宝岛屋面食馆 以及多家超商都入列 另外我们也针对我们在自由贸易区里面的公司 如果在我们新竹县也有同样设立场的部分 我们由劳工处立即去盘点 希望盘点到的也来立即做PCR的检测 23号晚间县府也增设社区裁检站 提供足迹重叠高风险民众筛检 而接连出现确诊课案 竹县已宣布 24号起高中 国中 国小 学习辅助 课后照顾 寒假辅导 学生课后社团改为线上办理或取消 有足迹的行政区域 竹北 新丰湖口 校园暂停开放 另外竹市确诊者案18426 曾经在18号到过远熊自贸港 进行管线维修工作 被匡列裁检后阳性确定人医 案18426去过光华二街的喜乐 生鲜超市 南亚接力特务 五金百货卖场 亚太电信 水田服务中心等等 特定时间到过相关地点 留意身体 有必要就裁检 不让病毒遍地开花 TVBN新闻陈世民 寻听新竹报道 香港新冠疫情昨天新增了140例 更是这波疫情以来最多的一天 而为了要尽快遏止疫情 有议员是呼吁全民核酸检测 而港府要求民众上缴 可能带有病毒的宠物仓鼠当中 也被验出有一只有阳性的反应 据统计香港已经有超过 2000只的仓鼠遭到扑杀 香港一天新增140例的确诊病例 创下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 而遭封控五天的社区 不仅有住户大骂表达不满 就连亲友攜带物资都不准放心 对此港府呼吁市民多体谅 并表示疫情严重 强制居家隔离有其必要 全港七百多万人都是一支抗疫的团队 所以如果在抗疫的过程里面 每一个人能够走多一步 承受一定的不便和损失 我们才抗疫成功 但如果每一个人因为抗疫的工作 付出了有一些损失 我们现在就坐在那里谈 如何去补偿 这个不是抗疫优先要做 只是香港疫情这么严重了 林郑召开记者会却没有戴口罩 遭到了专家批评 同时还有人建议是否应该全港核酸 香港宠物店的仓鼠 日前被验到带有新冠病毒 呼吁民众自动上缴家中的仓鼠 没想到上缴子当中又发现了确诊仓鼠 因此港府再次呼吁民众 尽速将他们送去人道毁灭 避免传染到人类身上 TVB新闻 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 而为了确保疫情不会持续扩大当地祭出新的规定 只要是买过咳嗽退烧药的人都必须要做核酸检测 否则健康码就会变色 通行受阻 而另外一方面已经到达北京冬奥的工作人员 也有72个人核酸检测 诚信养性 北京冬奥倒数剩11天 各国选手和工作人员将近2600人陆续抵达 进行闭环管理 就在这时发现 冬奥专机入境者中有72人确诊 都是工作人员当中没有运动员 由于冬奥包裹较多 为了快速分辨 冬奥选手村的人员用服装做区隔 而为了让北京冬奥顺利进行 北京的疫情管控压力善大 23号北京新增了18例本土 而且还扩散到了山东和山西 北京的凤台区 23号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并规定曾经到药房买过感冒相关药物的民众 必须做核酸 否则将影响健康码造成出行困难 疫情报不完 北京也呼吁民众就地过年不要出京 年夜饭家里吃一吃就好 过年的家庭聚餐也尽量不要超过10个人 TVB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 由于大陆本土疫情风险人还是很高 多省市是延续去年的方式 提倡就地过年 像是北京就面临双病夹击 而接下来还要举办东京奥运 所以对人流的管控可以说是更加的严格 所以选择就地过年的人也变多了 而北京的家政市场 今年是比往年还要更热 北京留守的家政员增加了四成 家政员抢手薪资也普遍上涨 春节期间的工资可以达到一万块钱的人民币 桌子地板整个屋子清洁一遍 临近农历春节 这类打理居家事务的家政人员 本来就很抢手 特别今年许多大陆省市 有鉴于疫情风险继续倡导就地过年 家政员需求更热 像这位来自河南安阳的家政员 因为故乡是疫区 怕年后回不了北京继续工作 干脆留下来 虽然牺牲和家人团聚时间 但不止订单翻倍 公司还多发奖金 比如说平时干一家两家 现在可以干三家四家 现在我们每单都有单单奖 还有工时奖 怎么也得多挣两千三千呢 公司大方发奖金留人 因为按客单价 人民币130元来算 光是过年前一个月 一间家政公司的营业额 将会达到人民币30万左右 去年的同一时段 一月订单量在一千单左右 今年的订单量呢 预计是增长到三千到四千单 一个月左右 因为经历过往年的这种 订单量暴增的这种情况 所以年初开始就已经拓展了 自己的招聘渠道 除了清洁 料理家务 许多人选择过年不返乡 小孩带对家就要人雇 保姆也很强受 还没上幼儿园呢 我们过往年上幼儿园 您干几年了 今年春节前夕 保姆需求同比激增一倍 家政公司忙着安排雇主 和保姆配对 为了提高效率 还开放线上面试 但有家政员说 有时候连面试都省了 雇主列出的条件符合 线上表单填一填 立刻上工 我觉得特别好找货 我一看到这个 这个单子挺适合我的 我一连时间楼市就成 立马就上 就特别快 我都没有下的时间 家政员长手 薪资普遍全上涨 春节期间在北京家政员 工资能冲上人民币一万元 而留守北京的家政员 比起去年 更同比增长了四成 其实在市面上 阿姨原来的普遍工资 在七千到八千左右 现在的话 我们的普遍工资 应该是到九千到一万 这个区间 月儿嫂啊 住家保姆啊 工资都会有一定的上幅 按照目前疫情形势 北京就地过年氛围越来越浓厚 当地从15号起累积到20号 已有11例确诊 疫情波及至少四个行政区 且同时存在 Omicron和Delta病毒传播 本市进口冷链食品 从业人员 由迟七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岗 调整为迟三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上岗 除了冷链员工要增加核酸检测评次 北京现在两条主要传播链 一条是冷链 另一个锁定国际邮件 大陆邮政局已经下令 临近年关物流高峰 除了确保年货寄送 境外邮件要全面加强防疫消毒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也要迎新年 只是物价持续上涨 包括像是南韩人 拜拜常食用的南瓜等蔬菜 价格都是大幅上涨的 贵到明智望只能买豆芽菜 但是相较之下 高档的年节礼盒 销量却是大幅的增加 因为疫情没有办法见面 让民众更愿意用更多的钱 赠送给亲友 南韩下周要过农业新年了 只是这几天民众买拜拜摆的供品 发现东西贵到只能买豆芽菜 去年南韩消费者物价上升的2.5% 創下十年来新高 农木鱼业商品价格还在一年内上涨了8.7% 사과는生产量이 늘면서 가격이 천원가량 떨어졌지만 배값은 680원 올랐고 특히 차례상에 오르는 곶감은 4200원이나 비싸졌습니다 南韩物价涨不提名 民众在大型超市买菜更有感 因为比在传统市场 还要贵了10万韩元 因为新台币2300 4인 가족 기준 설 차례상 비용을 따져보니 전통시장에선 24만780원이 듭니다 지난해보다 6910원 더 써야 하는 겁니다 대형마트는 약36만원으로 尽管如此 过年礼盒 还是不能少 百货公司人潮 满满满 还有人拿着号码牌 原来他们是来预购春节礼盒 百货公司表示 今年的春节礼盒 销售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33% 不只有特色水果 高档海牛 甚至高爾夫的组合也登场 原来受到疫情影响 南韩民眾很多人 无法跟家人团聚过节 就算万物其掌 还是捨得多花钱 传达新意 PBL新闻综合报道 Omicron变种病毒 让很多的美国儿童染疫 像是过去一周 就有将近了 100万名的儿童确诊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族群 不是不能打疫苗 就是家长不敢让孩子打 导致接种率低 也成了这波疫情的 高风险族群 而在麻州 就有少女确诊之后 神经受损 留下长期的后遗症 而美国的FTA 最快下个月就会批准 让五岁以下的额头 施打辉瑞疫苗 乔治亚州年型三个月大的宝宝 感染新冠后不断咳嗽 一当我们跟他生病之后 知道疫苗很严重 是他感到疫苗的疫苗 因为他感到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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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这名宝宝情况不算严重 受Omicron肆虐影响 美国许多儿科 开始感受压力 因为目前五岁以下的儿童 都还不能接种疫苗 成为高风险群 而在年长一点的未成年族群 接种率也不够高 儿童接种率偏低 导致全美过去一个礼拜 有将近一百万名孩童确诊 比去年冬季整整高出四倍 美国医生证实 相比原始的新冠毒株 Omicron确实比较容易让小孩染疫 医生证实比较容易让小孩染疫 但是疫苗已经变了太多 所以它能阻挡这些接种率 医生表示 近期染疫的儿童主要出现 喉咙痛 流鼻水 鼻塞 疲倦 咳嗽 头痛等症状 但有些也出现急性咽喉气管炎 不过比较没有嗅味觉消失的情况 但麻州一名染疫的12岁少女 出院后还得使用助行器 疑似有神经受损后遗症 在加州目前仰赖扩大筛检 维持学校正常运作 一间专门做PCR检测的实验室 更以全面自动化 但校园的挑战不止如此 相信墨西哥州因为有太多教职员确诊 没人可以教课 州长突发奇想 找来国民兵充当代课老师 现在美国考虑让五岁以下的儿童 也接种疫苗 FDA透露最快下个月就会批准 美国防疫大将佛奇则说 不排除儿童未来也要打三剂疫苗 只是对儿童或青少年施打第三剂的措施 世卫组织认为还不需要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 小孩需要打增强剂 目前除了欧美东南亚国家菲律宾 开始帮12岁以上青少年施打疫苗 甚至在马尼拉动物园开设 专属的接种站放松心情 巴西则开放五岁以上的小孩都施打疫苗 不过总统波索纳洛却公开表示 不会让自己的小孩接种 日本后生劳动省也刚批准为五到十一岁儿童 接种辉瑞疫苗 计划三月份就会开打 只是小孩陆续开打疫苗的同时 最重要的还是家长要兼顾防疫 才能确保儿童免受病毒威胁 TV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通货膨胀 现在波及到了美国的炒房投资客 由于房价和材料费在去年都变贵了 再加上劳工短缺 也让投资客大叹说 想要靠买房赚钱 没这么简单 温辛克在美国田纳西州 经营炒房生意已经七年了 温辛克动手装修的这间房 位于田纳西州东部 温辛克说他买下这间房子 花了17万美金 另外有额外支出3万美金翻修 费用超出预算 如果卖价没开到35万美金 换算约960万台币 他就亏大了 投资客的担忧来自成本上升 房价 材料费以及工钱 都在去年变贵了 都在去年变贵了 温辛克认为在小型社区炒房 替他带来优势 来到一个小型地区 让我感觉不太竞争 我希望会不会有很多人 来进去 然后去买每个房子 然后翻转 谢谢 另外這位投資客鎖定田納西州西部的麥迪遜兼職炒房 炒房投資沒那麼容易 有時候買下房子才發現問題很大 既花錢又傷身 要花多少錢重新裝修房子 如何正確定價 都是一次次炒房經驗累積起來的 我現在有約700,000元的貨幣 你不擔心嗎 我不是擔心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房子會負責 我不會看到這個市場的下跌 全球通膨現象一時半刻難以緩解 投資客只能保持樂觀 等待投資獲利的那一天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就怕春運交通受到天氣的影響 也帶動了中國大陸的除雪商機 有業者是研發四季都能使用的機具 甚至還有無人駕駛可以遠端操控掃雪機器人 準備要搶進不斷擴大的雪地清理市場 一波大雪過後 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景象 一整排的除雪車開過 柏油路從雪白變回深黑 我們總共是120個駕駛員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清除了一遍 連續作戰 已經達到了大概15個小時 以往只用人力除雪 光是下一天的雪 就得花一個多星期來清理 大型除雪車成為冬天 維護道路交通最重要的工具 一共65台除雪車 6個小時就可以清除高達1200萬平方公尺的面積 比如說現在華儀可以清那些小的那個 狹狹的地方 你比如說我們那個灑水車 可以到冬季可以改成推板 包括雪鬼 夏季可以正常的使用 一個綜合性的 還有我們的灑布機 灑布機的話呢 可以作為一個容兵的 一個提前一個準備工作 綜合性比較強 相對比以前來講的話 效果要更佳速度更快 不像歐美的除雪車都是專用型的設備 包括配件都有限制 中國大陸業者 研發出綜合類型的除雪機具 可以替換除雪裝備 不只冬天能夠派上用場 甚至在夏天 也能看到這些機具 在馬路上穿梭 夏天是用來灑水 冬天好多車就限制不用了 所以說我們在環尾車的基礎上 這個改裝之後呢 它能夠大大提供它的使用率 業者甚至還可以客製化生產 根據客戶現有的產雪設備 搭配不同可以替換的裝備 像這樣的綜合除雪車 就已經賣出超過上千輛 不過這還不是除雪設備 業者的秘密武器 即將向前的這一款 會到4000噸左右 4000噸積雪 拋雪的這個距離 更大一部分提升 能拋到60米以外 未來這個拋雪機 除了大型的除雪機具之外 在降雪比較少的南方大城市 像這樣的小型機器人 就能小兵力大功 這裡面有激光雷達 有這個深度攝像頭 那我們還有這個超聲波 超聲波等等 它具備了這個對周圍的這個 場景和環境的感知能力 它中間的這塊呢 我們做了大量的算法 這塊有控制器和處理器 實際上相當它有了大腦 有了大腦 那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它在除雪和作業的過程當中 它就可以實現這個智能化 和無能化的作業 機器人還能夠透過遠端操作 甚至能夠設定除雪模式 讓除雪車自行研判 運行的方式 我們可以給它下達指令 讓它去開始呢 自主規劃 然後呢 全程開始這個無能化作業 如果前面有障礙物的話 那它會 它會進行相應的這個障礙識別 然後進行噴障 我可以看到它會停下來 然後這個前面 會有相應的這個識別線 而且還可以透過大數據的平台 一口氣掌握 所有除雪機器人的動向 規劃清理的路線 原來南方市場 大家就對除冰雪 沒什麼概念 現在隨著這個極端天氣 是吧 包括現在江雨帶的這個北夷 包括我們08年那種 湖南的冰災 對大家是印象深刻 所以說從我們包括廠商 這個客戶 不管多少 都要配備一部分 這種除雪的機械 作為關鍵時候 能夠管用 就連南方城市 也得配備這樣的除雪裝置 相關設備的市場 規模不斷擴大 預計到2025年 除雪配備市場 規模可以達到30億人民幣 極端天氣也創造了中國大陸 另一類的冰雪商機 TV新聞綜合報導